我覺得我最好運的是 觀眾願意跟我一起成長 我演戲真的是白紙來的 進來由第一部 三場戲 兩場戲 一直演下去 也演過的角色被觀眾罵 罵我做得不好 又有觀眾罵我做狐狸症 衰格 也有 甚麼都有 說我做得不好的有 說我的角色狐狸衰格有 但又很幸運到最後他們會接受我 他們會覺得做回禮精 因為他做得很差 不過他真的做得很好 譬如這樣 我還記得我做律政強人 真的不太會做 因為我做到奸角 突然給我一個小棉養 還要是一條主線 我不會做 我平時奸角 我出來 我主動搞亂的東西 我就會走 奸角是這樣的 你突然給我一個小棉養 對呀 那個小棉養 人家每個人走來 變成我做被動 人家每個人做主動 被動要做甚麼 我沒有表情又被人說沒有表情 我有表情又被人說 你的樣子不像小棉養 可能會對我很多挑戰 他們說我那段時間完全不懂得做 但我本身對自己又很高 又被自己壓力的人來 所以就是 又是樣子 樣子好像很無事 但其實裏面又是那些 怎樣 每天回去 我這次應該怎樣做 就是因為我年紀不小進來 我不是很知道 其實我大天已經知道 要做甚麼要做甚麼 只不過我需要時間去找 因為始終是一個全新的地方 全新環境 連人都不懂得多過 我要重新適應 是要少少時間 所以我那時都push得自己很厲害 因為也知道自己年紀不小 push自己就是 我想快點進步